而指望港股後市方面,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和中國的通脹都是有加快的跡象, 與其中國的貨幣政策短期內都是以稳為先,這方面會限制港股的上漲空間, 與其恆指今日都會繼續幅度內上落。 上星期五,港股通的成交額跌至近期的低位,佔到港股成交的總額跌至9.5%, 而資金正流入都在下降至15億元。其中,騰訊錄得最多淨賣入,而資金都流入中海油。 相反,平保錄得明顯淨賣出。 而阿里巴巴因違反中國反壟斷法,被罰款182億元人民幣, 但罰款的金額只佔阿里中國境內的銷售額4%,原低於反壟斷法規定最高的一成。 而最近的股價疲弱都已經反映了部分的負面因素。 股價的支持位是207元左右,就是20年7月以來最低的水平。 今日的個股推介會說回南方航空1055。 中國疫情穩定,出行的措施都放寬了,而且第二季度又比較多的公眾假期。 目前一些旅遊預訂數字都是正面的。 而五一假期預訂的數字以及票價方面都是重返2019年的八成至九成的水平。 旅遊復甦的概念股份我們認為是值得留意的。 而航空股當中,南韓是以本地航線佔比較大,是更能受惠於本地旅遊復甦。 而業務的恢復能見度都是比較高。 南韓的二月份、客運力投入以及旅客周轉量分別上升了6.5%和1.3倍。 大致上來說都是比同業好。 二一財年的預測市場率是1.07倍。 雖然已經重返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。 但我們預期五一黃金收的假期消息將會成為板塊短期的催化劑。 我們比的目標價是6.5,指示價是5.1,謝謝。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。 隸屬海基證券集團。 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。 其級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股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。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,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。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。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,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,或邀約招來或懇求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,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。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, 所概不負責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